你好,欢迎收看6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华莲县警察局警情科技大楼入住祈福一室 县长徐真卫,华莲县警局局长,立委傅昆其服务处执行长林宗昆 共同祈福,来维护花莲的治安 警情科技大楼及综合大楼新建工程总经费新台币613,230万元 在108年12月9号开工,141年11月3号落成 警情科技大楼在34号搬迁完成正式入住 县长徐车表示,新建警情科技大楼大幅改善办公以及职请的环境 提高企业务执行效率,增进警政服务的品质 在这欢迎的时刻,同感这份企业 另外新闻府一向支持警政,关心警察同伴执行安全 也感谢大家对治安以及交通工作部分周夜所做的努力和付出 甚感敬佩,俗话说,供应上歧视,比鞋里齐气 警情科技大楼除了让我们的警察同仁有更舒适更安全的空间以外 背景、待情或者是工作的空间以外 当然也符合我们现在很多的科技领域的设备 吸引了设备进来 我想这是硬体的部分 但是软体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真能陪力的部分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犯罪科技手法已经太过吸引 我们要不断就不断就去学习 而各分局或者是各派出所 这位也希望我们同时每一年都能够提出修缮 因为毕竟花莲南北非常非常的狭窄 所以让我们在外的警察同仁有更舒适的背景的空间 以及更舒适的办公空间、厅社 还有我们有很多是从外县市叫到花莲来服务的 我们的学弟学妹们 我们也更希望有一个舒适的空间 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花莲能够安定 检林科技大楼入宿检林在各级长官以及贵宾的共同见证之下 圆满完成、展新大楼正式入宿使用 将精进花莲警察局形式侦查 见识专业能力以及科技执法 事故控制及时化 勤务运作数位化以及现代科技防卫层 提升国民服务品质 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赖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